MAKE MAKE THE GROUND SHAKE 相信各位一定看過黑色大梨花的 玉貼彩蛋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畫面呢 這個燈光好像都綠綠的 為什麼啊?這個模組好像怪怪的 Anyway 我們這邊看到是有很多的軍方在這邊 手在這裡 然後等一下這什麼? 是燈三客 是隱藏的隊長嗎? OK 然後我們這邊是有很多的 記者 然後科學家 這個 在這邊不曉得在做什麼 然後 人很多啊 附近還有探照燈啊什麼的 這個燈光看不太出來有什麼東西 這個老兄不小心摔倒了 剛才不小心打到他 然後就這樣倒下來 OK 然後這邊有很多大批的民眾 還有這個 警察在這邊看守了他們啊 這個老兄的衣服 好像 蠻褲的 超大嘴巴的 這個頭髮也很妙啊 紅色的 我們把時間條暗一點好了 我覺得這個顏色好像怪怪 欸 等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太陽光嗎 光會不會太大一點 這是特效用的嗎 好 我們先把時間條暗一點 喔喔喔喔喔 這裡太亮了吧 這是什麼啊 我記得是在23屆 介於12點鐘會有出現吧 嗯 現在看到後面很多車子啊 母車 然後一堆車輛 軍方的車輛也在這裡 還有巴士啊 OK 大家都很關注這個 黑色大理花的狀況啊 這應該算是第一次按發現場吧 但是也不需要動用到這個軍方人員啊 OK 這邊有兩個這個發電機的部分啊 所以它還沒有出現啊 我把時間再調 早一點好了 好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黑色大理花 那個 冰魂出來了 這有點可怕 我們拿這個巨箱看近一點好了 可以看到它的怨念深重啊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 白白在飄的感覺啊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 白白在飄的感覺啊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 白白在飄的感覺啊 石頭上面好像有寫一個 一個 兇手的名字啊 這應該是可以 成為我們的 破案關鍵 我們看一下這個 拉近距離會怎麼樣 都會消失 然後其他角度的話就看不太到了 它只有固定角度才可以看到它 欸 我先把時間固定住啊 它只有這個時間可以 這個燈會不會太亮啊 應該跟天氣有關是不是 對啦 跟天氣有關啊 跟天氣有關啊 記者一直在拍照啊 很老啊 好啊 大家可以看到喔 從別的角度看過去就不見了 只有這個位置最好 我看了大家都 非常的疲累啊 因為這件事情呢 轟動了大家 新聞一直在爆啊 欸 我跟人牆一樣過不去啊 我們這個模組就要到這邊啊 現在看一下從這邊看上去的感覺 哇 這邊還有救護車 是 準備要找尋它的屍體嗎 好啦 先這樣啊 有時候的時間 15分 10分 7分 9分